十二不赦 人神夠分 你到監獄裡面去好好反省 這已經是社會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最無可換來 男子和大丈夫 幫你自己保持最後一個尊嚴 你就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吧 邊有頭再有主 我們當然就是只針對加害人 加害人的家族 我希望他們四個兒子 尤其在偵辦期間 不實的言論都會騷擾爭敗 影響司法的調查 今天特別跟衛福部來的 跟黃姓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要他把這句說話帶回去 說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司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用禽獸的作為還在那邊代言什麼 竟然站出來在幫加害者講話 莫名其妙 我如果八個字形 這個黃姓藝人 十惡不赦 人神共分 所以我認為他代表的很可能 只是這種性犯罪產業 以及這各式各樣的性犯罪 裡面的一環而已 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召集了 警政署 法務部以及衛福部 在我們研究室做一些商量 最主要我們商量的方向 就是我要求警政署應該立刻積極去查辦 還有沒有這樣子的漏網之魚 我相信有很多 尤其這種暗網上面 我們所了解到的 還有很多在販賣這些 殘害兒童青少年的性影像 要求警政署應該積極去查辦 第二點 我也要求法務部 檢查師跟衛福部要負起責任 要針對這個兒哨性剝削防治法 我們應該來加重刑度 那在國外 許多像歐美國家 他們對於如果被害者 只要是兒童或青少年 坦白講 他們國家是五個字 千刀萬里追 絕對不重放這些的加害者 那我認為法務部 應該立刻積極 針對這個兒哨被性剝削 我們如何防治 防治法 我認為應該提出 他們官方的版本 就是來加重其刑 像我認為被害人 只要是兒童青少年 我認為這樣的罪責 應該加重二分之一 而且不得假釋 這是我提案修法裡面 我特別要加注的 那我在提案修法裡面 我先針對兒哨性剝削防治法 我認為第三十九條 應該加徵這一筆 就是說如果是以對價關係 取得青少年兒童的性影像者 那應該除以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併科150萬元罰金 那為什麼三年以上 這樣三年以上就沒辦法還起訴 就一定得被關 被國家來矯正 這我認為是最起碼的 最起碼應該做到的 那另外我針對 這個性騷擾防治法 我希望性騷擾的案件 不再是告訴乃論 應該是以公訴來偵辦之 過去性騷擾的案件 往往那麼悲哀人 因為要息事凝人 或者他遇到的加礙他的對象 是工作上他的喪失 所以種種的原因導致 就是很多這樣子的案件不了了之 或者像司法的偵辦過程當中 會造成被害人種種的難堪跟困擾 所以也是造成這些案件不了了之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適度的 來做一些變革修法 我認為是 已經到這個時候 應該這麼做了 很多被害者在暗夜中哭泣 投訴無門 像今天早上我也接獲 同樣是那幾個壞蛋藝人 他們犯下的罪行 當然這些都只是投訴 當然這些都只是投訴 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實在是 於心何忍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最主要 我認為就是說 要從根源 防自己 也就是說 我們應該 修法 來加重 這些性犯罪者 他們的刑度 對 那你覺得他的太太孟耿 但是他不應該出征他 還是他不應該再幫一些人說話 我完全不認識他 那這一位 他太太誰我完全不清楚 不 冤有頭再有主 我們當然就是只針對加害人 那這個加害人的家屬 難免會出來要幫他自己的親人 講一些話 那我希望他們適可而止 尤其在爭辦期間 任何這種不實的言論 都會騷擾爭辦 影響司法的調查 我覺得這個不好 這個 那大家在 大家在檢討這個 王子嬌的同時 那這個賣這個未成年光點影片 到底有沒有抓到的 是不是應該要去抓這個人 對 當然 像這個官網 我剛剛特別跟警政署講 那個官網還在你 我剛剛特別跟他們提醒說 叫做創意私房 那剛才警政署 我跟他要求 他們現在馬上 這個馬不停蹄 他們會大隊的繼續去追查 而且像這種創意私房等等 奇奇怪怪這種暗網很多 而且他們賣的東西 很可能還不止這些 所以這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那剛剛警政署有說 他說因為這個主謀者 是人在國外 所以他們暫時沒辦法 有再更進一步 我認為就是說 這可能是一個集團 而且也不只一個集團 做這樣子的一個網路販賣而已 所以警政署他們會積極的下去查辦 那我也會 就每天都會要他們提出一些 他們到底處理到什麼樣的進度 這些都應該 像立法院這邊 也要向檢察師 向法務部 做一些報告 那府員 早上有接到新的投訴 是關於這個集團 還是說黃子嬌 又有一些其他的犯罪 好像是這個黃姓毅人 但是這個我不清楚事實是怎樣 可是我剛剛就有把這些投訴 都交給檢察官跟警政署 我要求他們說 應該立刻積極去了解 並且查辦 如果是事實就應該立刻查辦 不能重放這些傢伙 黃子嬌說要給他機會 你覺得他這樣講的太多了 你說給誰機會 他說要大家再給他幾天 抱歉 你就關起來 你到監獄裡面去好好反省 這已經是社會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在監獄裡面反省吧 沒有什麼機會不機會 你敢 對 那麼多被害的人 尤其是對兒童 青少年 你來做這些事情 我坦白講這叫罪無可犯 男子和大丈夫 幫你自己保持最後一點尊嚴 你就接受 法律的嚴厲制裁吧 不要再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這些話我們聽不進去 委員 那這個衛福部他之前 在跟黃子嬌合作的時候 就已經被質疑說 這個藝人對象不太合適 他們說很兩難 結果要爆出這麼多的案子 就要平時合作嗎 我今天特別跟衛福部來的 這位官員我特別跟他講 我請他帶話回去給那位司長 他所謂的 跟黃姓藝人解除代言合約 他說很兩難 我要他把這句話帶回去 說我們社會的憤怒 要你這位司長滾蛋 一點都不難 他搞清楚 他保護師是在保護誰 你應該保護被害者 你要保護兒童青少年 不是嗎 這是設你保護師的目的啊 你保護師在保護那些加害者 然後運用說這些加害者是 社會的名流是藝人 有宣傳力有廣告力 講什麼屁話 這樣子的官員完全不適任 所以我剛剛跟衛福部講 我說很簡單 他就今天交諸辭辰就對了 520畢業照他不用拍了 就是有這種官僚可惡到極點 可惡到極點 因為這件事 第一點 這位黃姓藝人先前就犯過 不是一次好幾次 一再的被重放 那被這個 還讓他來幫衛福部代言的話 這讓被害者情何以堪 誰無父母子女不是這樣嗎 誰無兄弟姐妹 用禽獸的作為還在那邊代言什麼 他在代言什麼 所以我認為 每一位官員要搞清楚 你分內的工作是什麼 你保護師 顧名思義 要你保護兒童跟青少年 保護他們不要被害 結果你竟然站出來在幫加害者講話 莫名其妙嘛 所以這種官員 這個 反正他走路就對了 我認為 我們整體 我們全體立法委員 都不願意看到這樣子的官員 請 那提示一下心情 那想問一下說 就是您上任至今 有就是說韓國院長的表現怎麼樣嗎 因為他已經實施的 就是平平的為你送了嗎 那天我總質詢的時候咳嗽 他有請我們大院的工作同仁有送上熱查給我 這一點我是覺得 可是就是說 韓國瑜院長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他在立法院長的工作表現上面 四個字重規重矩 那這也符合全民的期待 那我也希望說 他能夠繼續下去 那也帶領我們不分黨派的立法委員 一起為我們國家社會做更多的事 這是我對他的期許 委員問一下實事題 就是說賴清德日前他講說 這個要進行社會改造 要洗滌人心 你覺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賴雲說這個是在搞文革時期的嗎 你會覺得這樣回答 我認為齁 我認為齁 我認為 執政的一方 講對的事情 對的話的時候 那麼在野這一方 就是評論要適可而止 賴清德總統 準總統他講的這一段話 這是要喚起我們社會的共同良心 共同來遏止一些壞的不當的行為 這些惡行 所以他講這些話完全 這些話是只要有正義感的人 當他要來執政 那他當然必須講這些符合社會期待的話 那他也會把這些話付諸行動 付諸實現 那麼我認為在野黨要監督 你就監督說 他講這些話 是不是後續做得不夠好 或者後續有哪一些沒有做 總不能說他一開始講對 對還是不對還是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在野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能成天都是罵 對的也罵 不對的也罵 那搞得社會更混亂而已 所以我很期待賴清德準總統 他就任以後馬上來落實這些話 到具體的政策作為 這是全民的期待 謝謝委員 謝謝 委員早上介紹的爆料有幾件嗎 就是這個投訴 我的手機上面是三件 等一下我們 三件是不是同一件 我不曉得 等一下我們幫 我有轉給 我剛剛給那個警察署 不同人打 不同人向你投訴的 三個都是不同的人 對不同的民眾跟我講 對 所以可見這件事情 你看社會的憤怒 社會的憤怒 謝謝委員 謝謝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